餅乾就是要吃 不然你要幹什麼 你要拿回去那個保存 好 市長要開始把自己吃掉了 柯文哲17號晚間9點 準時在臉書開直播 短短半小時就吸引了 3萬網友搶看 柯文哲以前不太開直播 似乎是看到韓國瑜直播太紅 有樣學樣 甚至韓國瑜有道具 他也準備了餅乾 這很奇怪 那個抓頭習慣是說養成 難得市長開放網友提問 網友自然把握機會 問題五花八門 市長 你什麼時候要帶佩琪去看海 去北投泡溫泉 後來陳佩琪拿著我的國民旅遊卡 帶著我的女兒去泡溫泉 結婚那天她有遲到 網友是要問你 什麼時候要帶佩琪去看海 就是看海 想辦法 想辦法 另一題也讓市長很為難 柯市長覺得高嘉瑜議員 或是學姐誰比較漂亮 這種題目 跟那個高嘉瑜在問我 那個說你支持黃珊珊還是高嘉瑜 我說這種題目太難回答了 拒絕回答 市長因為粉絲多還收到 美國YouTube總部寄來的講座 但市長很務實 直言換現金比較實在 他也預告就職典禮 將在五分鐘內結束 其實我都想好了超級簡訊 我自己預交給自己 他也說哈囉 然後就各位上工了就結束了 柯市長被問到 目前最大的煩惱先表示沒有 後來改說應該是睡不飽 柯市長表示 因為他始終嗡嗡嗡努力工作 未來會繼續努力四年 來報答選民 記者綜合報導